因為關於之前像李梅貞還有像現在柯智恩 他們也接連被爆出論文的事情 或是覺得民進黨可能有一點點在雙標 就是對人家好像特別的嚴格 那對自己人就比較就是比較輕輕放過的感覺 這就是民進黨他的一個習慣 真的是用探照燈用那個顯微鏡去檢驗別人 但是自己的就你剛剛講就把它輕輕的給他放過去了 但是我叫補充一點 這其實是台灣整個社會一個墮落的現象 因為你要知道台灣這幾年來整個高等教育 出了很多問題學校的錢也不是非常的夠 然後學校就頒了很多的在職專班 在職專班就是在職人可以來讀書 那很多的在職專班有一些政治人物呢 就想說我原來只是個專科學校畢業的 或者是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的 如果今天可以來到拿到台大國發所的碩士 請問有多麼好 或者拿到一個大學的博士這多麼好 所以彼此之間就開始進入 因為學校裡面也希望招生 所以這個時候老師也希望更多人來讀書 所以很自然的在這個學術界 現在慢慢形成一種另外一種形成的政商關係了 也就是學術跟政治繳合在一起了 那不只是藍的也有綠的 大家都是去找老師去讀書 那綠的老師呢就盡量收一些綠的政治的學生 藍的老師呢就一些藍的一些學生 可是呢彼此之間又沒有經過很嚴格的一個把關 因為社會上沒有去討論這些問題嘛 所以這些問題其實在台灣的社會出現是非常多的 只是有的問題因為他們選舉被挖掘出來的 有的沒有選舉大家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出去 那我的看法經由這些事情正好反映出 我們可以徹底的檢討一下台灣的真正的教育水準 那包括其實在西方有些國家 他已經碩士論文不需要再寫碩士論文了 如果真正這樣子認為說 我們真正需要這種政商關係 也需要給這些政治人物漂白 那你乾脆學校就通過不要教碩士論文嘛 對不對把學期報告教一教好了 免得這些政治人物還背一個將來可能會做假的這些問題 那我剛剛講的第二點 政治人物哪有時間去上課寫論文啊 上課已經很辛苦了 交報告叫助理來幫他寫一寫 就很多你知道很多政治人物都聘一個 學校畢業的碩士畢業 然後來當他的行政助理 然後呢交給他工作 老師的作業你幫我寫一寫 然後呢學期報告包括碩士論文的時候 你幫我收集資料幫我寫一寫 那就出現問題了 就整個這個事情是一個我們台灣整個教育界 出現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從兩個方面來談了 第一個我剛剛講 整個我們的教育界跟政治界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必須要解決 第二個就是這些論文 也必須要把它弄清楚 今天林志堅 還不是只有一本論文哦 他是兩本論文哦 他當時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想多練兩個碩士 其實志堅兄也不必這樣子嘛 有一個碩士就可以了嘛 練兩個碩士其實一點意義都沒有 可是你要知道他對他來講 有一個中華大學碩士他覺得不夠 最好還有一個台大國法所 有一個台大的碩士 我們都可以理解一個政治人物 需要這種學位的這一種 所謂一種光榮感 可是你不能都造假啊 那做一個陳明通也是我的好朋友 你教授怎麼能夠幹這種事情呢 怎麼把自己的學生的東西 你教給其他的老師的學生呢 不可以這樣子做的嘛 所以我覺得陳明通老師也出來解釋解釋 因為他這種做法 他也違反了學校做一個老師的一個職業倫理 說實在 那台大國法所也必須要把陳明通 請來問一問 大家請他交代一下 那我覺得社會上也在看 這個事情 民進黨他們怎麼處理他們自己的事情 不要只是在攻擊國民黨 那國民黨有這個問題 也自己要好好的改進 也避免下次再發生 那我想這是我的看法